欢迎收听 报效 不得专家 在您开心的同时 不要忘记订阅 并点赞和分享 第四十九集 哎呀 那个 对了 马叔姐 今天中午的事 想必你也知道了 是吧 这阳光医院呢 发生了群众暴动事件 说实话 我对这件事 那是非常的震惊的 我是完全不知道 这是咋回事 就是按照规定制度 走了一遍 监察科的作业程序 就没想到 就招来了群众们的愤怒了 对此我段浪 对朴科长表示 沉痛的伤心 和悲痛的缅怀啊 是我们监察科的工作 还没做到位啊 我是新来的 关于一些东西呢 做的还不是很熟练 所以呢 还望马书记 您这位前辈 不吝刺脚 指点一二啊 段浪主动 挑起了这个话头 其目的有两个 第一 暗示马德路 中午的群翱 朴警妇的事件 你最好一嘴带过 压下去 我其实就是故意的 但是我可以 卖你一个人情 让你施展一下 权力的作用 这安抚不安抚 朴警妇 我不管 但是事情必须要压下去 第二 管马德路要权 要监察科 正常该有的权力 那就是监察科 找到谁头上 谁就得麻溜的 给我出来 配合段浪同志的工作 只要他这个党组 一把手说话了 那些个老东西 还敢不听话吗 那就是找死呢 马德路是什么人呢 这么多年 从一个小科员 干了几十年 干到了党组书记的位置上 这么多年 玩的就是人心呢 揣摩的就是人的心思 段浪这话什么意思 马德路几乎都不用脑袋思考 就知道了段浪的意思 于是这马德路赶紧 呵呵的笑着 呵呵呵 这个事啊 段浪同志 你放心 监察科的工作 你干得很好 我们阳光医院 就应该这样 凡是摆在明处 放在太阳光的底下 这叫明人不做暗示 我们阳光医院 就是要这样光明 这样阳光 这才配叫阳光医院嘛 说这些话的时候 这马德路一脸的正义 一脸的严肃 一脸的震惊啊 宛若一个视死如归的战士一般 坚决而刚毅 没有一丝一毫的 小人士快的嘴脸 跟他之前那一副 不可一世的嘴脸 彻底来了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变化的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说话的时候 这马德路还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发的言 干部发言 其实有个小小的潜规则的 那就是坐着说的东西 可能并不是很重要 都是明面上的一些官方客套话 拿来糊弄人的 却又不得不说的一些东西 而站起来说 那就不一样了 领导要是站起来说 那就表示啥 这话他是认真的 是必须要执行的东西 所以马德路在说这话的时候 他站起来 表示对这话的重视 同时说完了这个 马德路继续道 关于监察科的问题 我和甄院长 几年前曾经认真的 讨论过这个问题 不过呢 那时候因为条件 还不是十分成熟 所以就拖了下来 但是现在随着省厅文件精神的下发 以及各级的反应 监察科呀 算是正式建立了 我们这个监察科的建立 那可不是一个摆设 那是要实实在在的干事的 不是样子话 所以我这里做一个硬性的要求 那就是各科室主任回去 要正儿八经儿的开个会 将我们阳光医院的监察科重视起来 全都要支持监察科的工作 也就是说 任何人不得使用任何理由 拒绝段浪同志的调查和询问 马德路说这话的时候 格外的硬气 霸道 不容置疑 一脸的我是老大 我说了算的样子 丝毫也不会给任何人 留有任何余地的样子 简直就是包青天在断案时候 一般的坚毅果敢 恍惚之间 甚至都能在他身上 感觉到一丝凛然正气了 当然 只是恍惚间才能感觉到而已 马德路这等于是彻底地给断浪洗白了 彻底地背叛了自己的属下们 赵建华整个人的脸一片死灰一般 愣愣地看着马德路 其余的那些老家伙 如王俭 吴文良 张卫民等人 脸已经彻底没有了血色 一张脸灰秃秃的 僵如死人的脸 他们说什么也想不到 就一个电话 他们背后最大的靠山马德路 这么快地就投诚叛变了 抛弃了他们这些小弟了 各个老东西呢 都不是傻子 他们知道 这回他们是彻底地完蛋了 马德路都不保他们了 那赵建华哪里能保得住啊 赵建华能自保 那就不错了 这该死的断浪 他到底用了什么妖术了 竟然能让如此强横的马德路 当场翻水 马德路的讲话 暂时告一段落 会议室内 形势一波三折 波云诡异 此时此刻 依然是竞技无声的 这些主任 副主任们 面对这样复杂的局势 大脑已经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甚至如宋利这等单纯的 新进不久的副主任 根本就还闹不清楚 整个会议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他完全的懵逼了 死一般竞技的会议室里 忽然啪的一声 有人鼓了一下掌 众人连忙朝这个掌声望去 鼓掌的不是别人 正是段浪 只见这次笑嘻嘻地举着双手 啪啪啪啪啪地鼓着掌呢 哎呀哎呀 马书记讲得好啊 讲得好啊 在座的各位 早就被现场复杂的情况 搞得晕头转向了 甚至都忘记了领导讲话 要鼓掌这样的基本礼仪了 于是马上就有人 跟着鼓起掌来 哗啦啦啦啦 哗啦啦啦啦啦 这会议室的掌声 他就响了起来 马德鲁见状苦涩地笑了笑 用手压了一下掌声 顿时所有的掌声就掩齐息鼓 马德鲁一脸的笑容 看向段浪 呵呵呵 段浪同志 你觉得我刚才的讲话 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 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段浪文言微微地笑着 这一丝也是十分礼貌的样子 站起来 跟马德鲁对话 本来嘛 我是没啥资格给马书记的讲话 做补充的 是吧 不过嘛 因为涉及本人的一点小的问题 所以本人就不得不拖大地站起来跟马德鲁说一声 我这个人呢 比较俗气 狗肚子装不了二两昏油 黑眼珠子也见不得白银子 所以呢 我就是想问一句啊 马书记 我这个职位是涨了 那我这工资你看看 是不是 也得给提个当啊 这个 无私奉献嘛 固然是非常伟大 这我知道 但是本人境界太低 距离不计报酬为人民服务的 大无私精神 我还有一定的差距啊 所以 还望马书记 麻烦一下 给说一下 这个嘛 自然是要按照各科室职位工资档发放的 啊 不会到时候会计查的耍赖他不给我钱吧 那 那不会 那当然不会啊 哎 还有啊 加班有加班费 加台有加台费 对吧 咳 咳 咳 对 对 嘿嘿嘿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哎对了 最后一句啊 马书记 我要是行使监察科长权力的时候 某些顽固分子坚决不配合 那我怎么办呢 咳 按照章程办就好了 啊 哈哈哈哈 那有马书记的话 那就好 谢谢啊 断浪带着一脸毫不掩饰的笑容 翘着二郎腿坐下 顺手他又摸起了一个大苹果 嘎嘣一声又开始嚼了 这你嘛 虽然这苹果不要钱 可你不用这样吃吧 这会议就这样不咸不淡的他结束了 本来是一场群体声讨和准备辞退断浪的会议 结果呢 断浪不断没有辞退 这次还升了官进了绝了 这可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啊 画虎不成他反泪犬呢 他娘的 这什么事啊 这是 而且不但如此 散会之后 这些个老东西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都默不作声了 他们不傻 他们知道 他们做了一辈子的行医人生 到此可能就是真的结束了 事实上是 他们想的事情啊 的确想对了 会场上刚下来 断浪在走廊上就拦住了还没来得及回办公室的王姐 断浪黑黑的笑着上前 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嬉笑的表情 嘿嘿嘿 哎呀呀 王主任 真是巧啊 你看看 又遇到了 哈哈哈哈 那什么 王主任呢 这监察科呀 有一些问题需要找你老人家聊聊 希望你老人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的时间呢 来支持我们监察科的工作嘛 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呢 哈哈哈哈 这王姐黑着脸 看了一眼断浪 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断浪 你真他妈是个小人 断浪文言哈哈大笑 不以为耻的反以为荣 哈哈哈哈 哎呀 过奖过奖 彼此彼此 嘿嘿嘿嘿 你真 嘿嘿嘿 仔细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断浪 你这个小人 虽然你今天扳倒了我们 但是 你断浪一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哼 断浪文言黑黑的 无耻的笑着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是吗 哎 那如果那样的话 我断浪可真是得好好的感谢感谢王主任 你老人家的提醒啊 怎么着 咱们那就别闲聊了 不如我到你办公室 或者你到我的办公室 咱们好好地聊一聊 如何呀 王主任 王俭自知自己在阳光医院的日子到头了 于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瞪着断浪 哼 用不着 我王俭就算下来了 也不会受你这等卑鄙小人的侮辱 断浪 老子现在正式通知你 老子他妈的不干了 老子 老子辞职 最后这两个字 王俭咬了咬牙 终于从嘴里说了出来 断浪灯食大喜啊 冲着王俭一身大拇指 哎呀 王老英雄 牛啊 有骨气 哎 我断浪就佩服你 那啥 我陪你去递交辞职报告啊 王俭邪了他一眼 哼 用不着 等我打完辞职报告 我自己送 断浪文言故意的一瞪眼 惊讶的扎扎呼呼的 哎呀 哎呀 王主任啊 原来您的辞职报告还没打呀 哎呀 你早说呀 这点小事 怎么能劳动您老人家呢 这些小事啊 晚辈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断浪说着 打开自己手里的文件夹 拿出了厚厚的一摞子 打印的辞职报告 哎呀 王主任 您看啊 您是干大事的人 似这等小事 我断浪就可以代劳了吗 何须麻烦您来 是不是啊 来来来 您看看 哎 为了打好这些辞职报告 我可是花费了好大的心血的 从格式 措辞 乃至到标点符号 我都一个字 一个字的检查的 一个标点 一个标点的叫对 不为别的 哎 我就为王主任您的辞职信 能够体面一些 漂亮一些 嘿嘿 您看看要什么样式的 哎 我这里有宋体字 有黑体字 有大凯的 小凯的 还有行书的 那 你看 这还有隶书款式 总有一款适合您 您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 这王简的眼睛 这王简的眼睛里差点射出小刀子来 恶狠狠的盯着段浪 段浪 你这条狗 你还是蛮尽忠止守的吗 看来你的主子许给你不少的好处啊 段浪黑黑一笑 嘿嘿嘿 哪有啊 哪有啊 哎 王主任 您这话说的就见外了 没多少 没多少 也就一个亿吧 那个 王主任 这辞职信 你要不要选一封啊 您要是不选 那我的工作还挺忙的 我的秘书张敏 已经把你的资料收集的差不多了 您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我们监察科 把您老人家曾经干过的所有罪恶的勾当都宣扬出去 您才不得已的灰头土脸的退吗 第五十集 这王俭的牙齿咬得嘎嘣嘎嘣响 段浪 我算你狠 哎呀 这是认怂了 这是 段浪连忙把自己的钢笔递过去 嘿嘿嘿 这就对了嘛 这男人做事你就得七里咔嚓的 你磨磨蹭蹭跟个娘们似 你伤人害己 你对不对 来 王主任 在署名证签上你王俭的大名 来再按个手印 您就自由了 您就可以天高任鸟飞呀 嘿嘿 早晚掉海里淹死 咳咳咳 不对不对 是海阔平渔月 咋月你也上不了天 我 哎呀 还是不对 那个这句话咋说来着 真是的 你看你看我这知识我 我学杂了 王主任 您别见怪啊 来来来 签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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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王主任 你这字真漂亮 来来来来 按个手印 来 按完了自己的手印 这王俭忽然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一样 双眼呆滞 没有精神 眼睛似充满了死灰 断浪用最快的速度搞定了王姐 接着他敲响了下一家的大门了 吴文良的办公室 短短不到两个小时啊 断浪这次居然把这些老东西的亲笔签名的辞职信都收到了 除了一个人 那就是在急救室抢救的朴警妇了 要么说呢 断浪是个极其负责任的人呢 这丝的手里拿着最后一份 等待朴警妇签字的辞职信 就蹲在急救室的门口 美美的有护士走过 便急切的打探 这朴警妇啥时候能抢救完呢 但是对于其伤势如何 有没有生命危险什么的 一律不问 就关心他啥时候能出抢救室 两个半小时 朴警妇被推了出来 放到了监护室 断浪这个热心的同事啊 第一个就出现在了监护室 手里拿着辞职信热情的跟朴警妇打招呼 哈喽啊 朴科长 你可真是吓死我了你 哎呀 看样子还挺严重的 这浑身都缠满了绷带 这咋绑得像木乃一样的 哎呀 现在这人呐 说真的 真是太没素质了 怎么能对我们敬爱的朴科长 下如此狠手呢 简直太没教养了 应该统统抓起来 枪毙 枪毙五分钟应该 朴警妇这场恶性事件 完全是断浪一手促成的 朴警妇心里恨不得 把她撕成一百半都不解恨呢 可是偏偏的 这丝专门在自己刚出手术室 就来恶心自己 你嘛 这孙子为什么还没有被开除啊 这孙子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朴警妇浑身绷带绑着 紧紧露出了一张嘴和两只眼睛 甭说动了 就是说话都困难 但是困难她也要说呀 护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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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 把这个讨厌的人给我赶走 赶 赶走 段科长 不好意思 病人需要休息 段浪一伸手 拦住护士说话 诶 等等 你说她是什么 病人 那好 朴科长 我问您一句 您现在躺在这里是以病人的身份呢 还是医生的身份呢 这朴警妇虽然浑身行动不便 但是依然底气十足的喝道 老子当然是医生 段浪的嘴圆成了欧形 哦 原来如此啊 诶 那就好办了 那个 朴科长 既然你还说自己是个医生 那不好意思啊 方才的会议呢 想必你也知道了 所以呀 本监察科代理科长 要跟你辅证一下您的行医履历 你听听啊 1996年 您收取蒋少洪女士红包9000元 这才叫其本市第15床的手术 安排到了第二床 钱是直接打到你儿子的邮政卡里的 卡号是 是不是 同年9月 你因为收受一个退休老干部儿子的红包 17000元 将本该安排在第一床的13床急诊病人 安排到了7号 结果呢 因为手术等待 此13床病人死亡 同年11月 你主动暗示一对农村来的夫妇 给您小姨子的卡里打去了7000元 1997年 通过给马德路上炮1万元 安排自己上了两个月未孝的小舅子 当了实习护士 同年9月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差点没让躺在病床上的朴景夫 把心脏给蹦出来 这些个乱事 这孙子是怎么知道的 还他们这么详细啊 朴景夫激动的喊叫 朵浪 你滚 你给我滚 你诬蔑我 你滚 断浪皱了皱眉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诬蔑 老子为了搞这些东西啊 你知道费了多大的劲吗 这些事儿 每一件都有证人 有证物 有证言 污蔑 你可真高看你自己了 老子哪有功夫去污蔑你啊 朴景夫是浑身剧烈地颤抖着 段浪,你,你到底想怎么样 段浪文言嘿嘿一笑 嘿嘿嘿,朴科长 您要是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医生 那没办法 身为检察科长 我就要把这些东西上报给曹副院长 让他来处置你 但是我这个人呢,心善呢 这个杂者我就控制不了,太善了 所以呢,如果你想葫芦个儿的带着尊严的离开阳光医院呢 那么这些事啊,我段浪就不予追究了 您老人家只要在这儿签个字,按个手印 那,回头您就自由了 一样天年,咋样啊 段浪笑嘻嘻的把最后一张辞职信递到了朴景妇的面前 朴景妇健壮浑身一震呢 这说归说,事归事 辞职这个事嘴上说说 仗着一口气支撑着,那朴景妇倒是可以应急一下 但是当这个事实铁一样的摆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内心震动啊 阳光医院就是他的人生 他的舞台啊 他的一辈子都在这个舞台之上表演 在他的行医生涯中 他朴景妇始终主宰着他人生舞台的这个主角啊 他的荣誉,他的骄傲,他的所有光荣都在这个舞台上 失去这个舞台 他朴景妇就等于是失去了一切啊 在这个舞台上 他朴景妇可以什么都是 但是失去了这个舞台的话 那么他朴景妇就等于什么都不是 什么的什么都不是了 看着眼前的辞职书 朴景妇浑身剧烈的颤抖着 忽然,他一把把这个辞职信夺了过来 也顾不得刚刚出了急救室的创伤了 怒吼着喊叫着 把这张辞职信撕了个粉碎啊 短浪,你欺人太甚 老子不辞职,老子就是不辞职 这朴景妇不愿意,不甘心 就这么失去了他的人生舞台 他的光荣,他的荣耀,他的人生啊 短浪看着病床上方 凌空飞舞的纸械纸片 不禁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哎呀,朴科长 你看你,你这是何必呢 你的一生啊 其实已经过得非常嚣张 非常圆满了 这个老话说得好啊 天下他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老了,你既然老了 那就要扶老嘛 你别站着毛坑不拉屎 要让出地方来给需要的人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老科长 需要做出的正确选择嘛 对不对 短浪说着 打开自己的文件夹 这次啊 他足足拿出来三十多份辞职信 往朴科长面前那么一摊 摆成了老大一片呢 嘿嘿嘿 朴科长,您要是觉得撕这个东西能解气 那你就撕吧 这个新来的实习生也没什么事干 复印个几百几千份辞职信给他们干 他们还觉得自己挺有用的 来,你撕吧 撕 嘿嘿嘿 这检查科有的是这东西 撕,来 朴警夫看着面前一大堆的辞职报告 面如死灰 仍字不甘心地哀嚎着 我要见马书记 我要见马书记 断浪一脸的悲天悯人的死样子 哎呀,朴科长 你这是做甚呢 今天会议内容啊 想必已经有人告诉你了 马书记现在连自身都难保 哪有时间管你这个早就该退休的老头子呀 对不对 我说朴科长啊 我最后叫你一次朴科长 识相点 大势已去了 这临了临了的 你像个男人 你干点男人该干的事 再说呀 你要是真惹恼了马书记 那到时候别说你的老宝上再给你打点折扣 那你可就得不偿失了 来,听我的,签了吧 啊 断浪这丝说着 十分欠奏地黑黑地笑了笑 变戏法一样地拿出了一盒印尼来 还有一支红银钢笔 笑嘻嘻地递给朴警妇 嘿嘿 来,朴科长 拿出你男子汉的气概来 不就是签个字吗 对您老人家来说 那还不是毛毛细语那点事吗 来吧,来 这朴警妇知道 自己这回是彻底地完蛋了 而且断浪说的其实不无道理 这次恐怕再怎么样 也难以在阳光医院立足了 而且要是真如断浪说的 惹恼了马德陆 那自己的老宝再给定个最后一档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大势已去 回天无力了 朴警妇脸色铁青 死灰一片的样子 哆哆嗦嗦地拿起断浪递给他的笔 断浪大喜啊 赶紧指点着朴警妇 哎,对对对对 这就对了嘛 来,朴 签这儿,签这儿 写上您的大名 您就自由了 朴警妇在上面的名字刚刚签完 断浪一把就拿了过来 子子兮兮地便认了十几遍呢 最后他啪地一下弹了一声 搞定 嘿嘿嘿 护士,去 通知患者朴警妇的家属 要他们来阳光医院 缴纳医疗费用一万三 朴警妇文言顿时就是一愣啊 本还是悲气的一张脸 顿时扭曲得变了形了 断浪,你什么意思 什么医疗费用 老子有免疗卡 断浪此时此刻 又恢复了十足的小人形状 抠着自己的鼻子 啊,免疗卡 那是本院工作人员才有的 你,朴科长 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你现在就是一个本院就诊的老头 老头,懂不 老头 朴警妇气得浑身哆嗦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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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断浪十足的一副酷吏的样子 你什么你啊,你什么你啊 你,你,你的 你再有一个小时 家属不把钱送来 我就给你赶出医院 个老东西 断浪扭头拿着到手的 最后一份辞职信 带着一脸的笑意 朝着曹敏的办公室走去 曹敏的办公室里 在会议室里取得颠覆性胜利的曹敏 正翘着自己一条嫩白修长的长腿 轻轻地颠簸着 长长的波浪卷发 披散在肩头 一张精致而精明的俊脸 嘴角带着微微的笑意 一双精巧没有一点褶皱的嫩白小手 托着一杯拿铁咖啡 正看着对面墙壁上一幅雄鹰伯兔的装饰画 断浪的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子 那些早就该退休的老头子们的辞职信 直接就推门进来了 看见曹敏这副精致的职场精英的样子 不禁地扎巴扎巴嘴 曹大美女不但人长得漂亮 就冲您这双白大腿啊 都够玩一年的了 曹敏抿着手里的咖啡 使劲地瞥了一眼断浪 断浪 你跟老娘混熟了是吧 谁让你连门都不瞧就进来的 你给我出去 重来 那断浪的脸皮何等之后啊 嬉皮笑脸地凑到了曹敏的身边 拉过了一把引子坐下 曹大美女 我这不是忙着给你汇报工作吗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断浪这丝的椅子呀 由于被他拉得过近 所以一坐下来 大腿就挨着曹敏的大腿了 曹敏的小手拍了一下断浪的大腿 死远点 靠那么近干嘛 想吃老娘豆腐啊 怕你没长那个牙口 怎么 交代给你的事办完了 必须的呀 那曹大美女交代的事 小的怎么敢不照办呢 说着把一摞子辞职信 交到了曹敏的手上 曹敏接过这一摞子辞职信 很明显地震惊了一下 可以呀 断浪 散会不到区区三个小时 这十来个老头子 你就给搞定了 嘿嘿嘿 那是必须的嘛 来 看哥们的工作效率 是不是刚刚的 嘿嘿 曹大美女 你是不是该奖励小声一下啊 曹敏的眼睛从辞职信上拿开 歪着脑袋斜视着段浪 笑出了一脸的神秘 那 你想要什么奖励呢 以身相许成不啊 我说我的通牌 是蠢贵好